哈囉大家好我是Daniel 2020年肯定是我們從業這十幾年來 攝影機最大躍進的一年 兩大品牌分際推出 Sony A7S3 Canon R5 R6 那到底哪一個規格 才是我們最喜歡最好用的 4K 120個 10bit 422 16bit RAW 這些都是百萬等級的設備才擁有的規格 如今通通都下放了 那到底攝影機拍的4K 跟手機拍的4K 以及我們常常聽到的 8bit 10bit 12bit 16bit 這些位元到底代表了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透過影片 帶大家進入婚禮的新紀元 8bit 12bit 12bit 我們用過 Sony 的 A7S, A7S II, A7III, A6500, 6400, 6300,我們用過松下的 GH5, GH5S, 用過 Canon 的 5D II, 5D III,甚至有一段時間我們是三個品牌同時在使用,不過那個時候顏色非常的混亂,我們也用了非常痛苦。 所以我們只好在 2019 年我們全面性的換了 Sony 的 A7III, 在我們心中雖然它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機器,但是就眾多的考量之下,我們選擇了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我們的拍攝。 一直到 2020 年 A7S III 問世,那常常有人會說它沒有 8K,它只有 4K,但是它的 4K 乘以十足, 10比特 422,從 24 格, 30 格, 60 格, 120 格,通通全部都有支援。 這麼香的規格真的是滿足了我所有的想像,拍出來的通透度是無可挑剔。 那這次的拍攝呢我們也試了索尼的最新的一個規格,叫做 XAVC SI 4K,它可以拍攝每秒 1200 Mbps, 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流量。 當天拍攝的氣溫大概是在 36 度左右,那我們把機器架在屋頂上,又上往下拍。 然後當時機器已經燙到非常非常的燙,然後也顯示了就是過熱的那個符號。 但是索尼它有一個 menu,你可以把過熱的顯示關掉,它可以再承受更高的溫度。 所以呢我們就是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連續拍了兩個小時之後,相機突然就斷電了。 然後我想說慘了,會不會全台灣唯一的一台就這樣子被我們操壞了。 台灣的太陽比較提醒,它有溫度過高啦,但還可以再用。 今天非常非常的高溫,然後整台機器都是發燙的狀態。 對,那我們一度以為應該會過熱,因為已經顯示過熱的指標。 但是我們剛剛應該連續拍了兩個小時吧,在全程大太陽底下,但是機身非常的燙,幾乎無法拿。 但是是完全沒有過熱的狀況。 然後我們上去檢查機器的時候才發現說,喔,原來是記憶卡滿了。 然後我們就插了記憶卡。 然後那時候就有工作人說,我們是不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把機器帶冷氣房,稍微讓它吹吹冷氣,讓它降降穩。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我們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要操爆它,看一下它的極限到底在哪裡。 所以想不到我們就這樣子,在這麼炎熱的環境底下拍了四個小時。 全程,除了你手幾乎拿不住機器的那種燙度以外,它完全沒有關機的狀態。 我們就這樣很順利的一直拍到了晚上,機器都沒有過熱,或者是關機的問題。 那晚上我們的主力呢,就是我們有掛了一些燈串,以及用了一個主燈,就是愛圖寺的300X。 那在這樣子低光源的情況底下呢,我們當時選擇的是ISO大概是2500的狀態底下進行拍攝。 那很多人會講說,索尼這次有出到40萬,你為什麼不用40萬做測試。 但是一般昆里現場,你不可能用到40萬啊。 我了不起開到800,我就覺得已經很高了。 40萬你是要拍鬼屋嗎?還是你要在月光下拍? 基本上你在昆里現場是不可能用到40萬。 了不起用到2000,2500,我覺得是極限中的極限。 所以我今天就用2500去進行了測試。 那其實拍攝當下我是有一點害怕,想說會不會噪點還是很高。 但是回去看了畫面之後,它這顆感光元件1200萬像素,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畫面非常非常純精,就算開到ISO2500的時候,你感覺起來只有ISO400的噪點。 對我而言這是非常非常滿意,而且非常非常夠用。 它的這個表現,雖然在當初看規格的時候,我就知道它應該在低光源會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實際看到之後真的是覺得,真的是黑科技。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聊的是,讓我覺得進步最大幅度的躍進,就是它在120格的自動對焦。 因為以往我在使用A73的時候,A73其實是一台很好的機器啦,但是它真的在120格的追焦真的不行。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人比較正中央的位置,它才比較追得到。 而且在低光源的情況底下,其實它真的對焦起來會有一點點實力。 但是這個狀況呢,你在A73上面完全看不到。 它幾乎是你走到哪裡,就算它不是在正中間的位置,它一樣可以對得非常好。 好,接下來說一說它的翻轉螢幕。 那翻轉螢幕是這一次A7S3最大的一個亮點。 但是網友就會說,A7S3它的螢幕還是沒有進步啊。 拜託各位,我是真的拿到相機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其實它的螢幕已經大幅度的改進了它在大太陽底下看不見畫面的問題。 以及我們以前常常會困擾說,這個螢幕的顏色, 為什麼跟觀景窗的顏色落差這麼大,我到底要以哪一個為標準。 其實經過我們的測試之後,翻轉螢幕的不管是亮度還是顏色, 都比以往的要準確很多。 它跟觀景窗裡面的顏色,也有很明顯的拉近。 但是跟觀景窗的顏色還是差很多。 因為它這個新的觀景窗,真的是屌炸天。 你不知道索尼它去做這麼高規格的電子窗,到底用意是什麼。 也許它以後要出在PS6,有一個VR眼鏡可以帶你進入虛擬實境,你不知道。 但是這個觀景窗如果有機會,你可以拿到機器的話, 你一定要進到觀景窗看一下。 它比你真實的世界,看起來的顏色更漂亮。 索尼這一次呢,它新增了可以外錄Polo S RAW 12B以及16B,可以錄到4K 60個。 那這個功能讓我非常非常的興奮,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錄過這麼高規格的東西。 所以當天我們拍攝完畢之後呢,導演就把截圖傳到我們群組裡面。 我看的當下是非常非常激動,非常非常亢奮的。 它在漸層的地方,它完全的沒有斷層。 而且它似乎看起來就是一張照片。 我們以前拍的8B,也就等於是2的8次方。 那它RGB各有256個色階。 那我們現在新拍的格式12B,也就是2的12次方。 那它RGB各有4096個色階。 那這中間的差異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之所以顏色會這麼豐富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這次與A7S3的接觸時間非常短,那也不能做很完整的測試。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這是不是一台適合拍婚禮的機器。 那我可以跟威斯說,現在手機都可以拍婚禮。 所以相機拍婚禮當然是沒有問題啊。 那為什麼各個廠商還是要一支不停的推出型機器。 因為可以讓很多的菜肌攝影師,以前你可能花三年的時間去練習追焦的技術。 但是你現在只需要三秒鐘。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追焦到你想要的物體。 那索尼這一次的進步呢,我相信絕對會帶來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那我也很期待,未來婚禮圈會產生什麼樣的好的作品。 那如果有人問我說,索尼到底如果A7S4到底會長什麼樣子呢? 其實說老實話,其實真的是無可挑剔啦。 我不曉得它還可以進步一些什麼。 那也許可以內錄的弱,不需要再外接螢幕。 或者是防手震,可以直接變得屌一點。 可以邊走邊錄。 不需要穩定器了,以後就是拿著相機就可以錄了。 如果它可以再改進這兩點,我實在想不到它還有什麼缺點。 不需要穩定器。 索尼A7S3正記號。